第四季 第四季 盟人之虐大救之恩 我沒有什麼可以暴打的 這狗混員牌是我們地界的寶物 別小看這個黑黑髒髒的盤子 它能夠 熔練天下諸物 集隨畫像 不過也有不能一起練畫的組合 而各物有屬性之分 當然也有 蕭蕭蕭蕭蕭蕭蕭 這些蕩瓶驚艷 往後我們可以慢慢試 我之前曾經師傅說過 天洋派有一物叫做紙巾網頂 能夠煉化天下諸物十分神奇 沒想到地界靜佑的這等奇珍異物 這是令我大看眼見 不過這等怪獸之物 我怎麼承受得起 這算是我們一塊用 誰說給你來著 不過人家的東西我不太熟悉 為了你說什麼我也不清楚 這麼點多試試 嗯那現在就可以了嗎 但很不 這可不是丟進去就成 要煉化還給布陣送咒 專心以應 還是在休息之時必定 心定下來才不至於失效 嗯我明白了 這邊這邊是動畫 所以我就不念了 因為他會直接跳過 然後反正就是 你要去客棧休息 然後點你的火圓盤 然後把你的一些 要 呃這些道具 加在左跟右 然後你就可以煉化出 呃道具 防具 或是一些用氣這樣子 然後假設可以合出來的東西 他右邊就會顯示 會合出什麼東西出來 嗯大概就這樣子了 欸就是這樣 大家明白了嗎 好那我們休息一下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煉化 好那我們先存個檔 然後煉化的話 煉化在這裡 反正就是煉一些 很多東西啦 齁 大概就這樣子 好 好我們直接用這個 這個 雀魔附印 跟這個 護甲 這個 可以得到 攻擊加605 確定電話 確定 OK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在 目前來說 應該是很強的 應該 我來看一下 先 欸可以 增加多少 685 好像差一點點而已 不過沒關係 我覺得很強了 好 剩下的東西 二師兄 千陽師兄 起牛步 是羅斯蒂 你怎麼會在這 欸師父主委 剩下才買之便 到太陽城來等貨 雙人兩人會在太陽出現 師父果真神經妙算 原來如此 師父有何要死 師父主委 帶這封信給你 嗯 還有旁的事嗎 就這樣子 倒是二師兄 有請要吩咐嗎 帶我多謝師父 好的 那我先走了 二師兄 師父信上說些什麼 師父交代我們 儘快前往橫山尋空室 阿鐵和高七 或許會去奪劍 奪取楊劍種的禁魂令 我們可以前往男主 嘟嘟硬氣 橫山尋空室 橫山這麼大 這麼大難的早起 是啊 你對我花些功夫問問 我英雄 到尋空室所未何事 不瞞小小 我們是在絕索 一把被盜的上古神器 但是這筆神器 已被封住 反力是打不開的 所以會取得鑰匙 上古神器 鑰匙 過來 嗯 蕭兄也知道嗎 不 我只是想說 我能與各位一同前往嗎 蕭兄 也要去懸空室 是的 其實懸空室主持 進程大師 瑜伽或是支架後友 在他正巧想要前去拜 拜訪問候一番 喔 如此巧合真是天定 那咱們又可以一塊上路了 這是自然 原來這隻選控室 最近那隻翹屁邊 可真是不容易 蕭兄 蕭兄怎麼忽然面色的凝重 有什麼的異樣嗎 我記憶中的懸空室死人雖然不多 但是幾位感覺敏銳且鏡子的真人 往往一到池門 就已經有人來飲 且悠揚環燦 繭繞不絕 但是現在似乎一片寂靜 令人有些生意 糟了 該不會是 我們快進去看看 這 這是 這是怎麼回事 發生了什麼事 有人還活著 雖然氣血很微弱 嗯 看的就是他了 你 你是進城大師 進城大師 你 你正做點 我是小虎 小達蘭的兒子啊 你認得我嗎 小達蘭 小虎 記起了 你是火兒 記得你爹都是這樣患你的 你長大了 是 我就是火兒 大師 告訴我是誰做下這些事的 到底是誰這麼殘忍 這幾個 魂令 他搶走了幾個魂令 他居然帶上 帶著 上古劍甲 竹子 還去阻止他 開封 嗯 糟了 我們來晚了一步 二師哥 我們該怎麼辦 殷大哥 我們快追去吧 或許還來得及 殷大哥 二師哥 高西兄 他真的要秉除人性了嗎 命運為什麼連這點上線都要考驗 都要這麼殘忍的泥面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二師哥 沒有人會懂得 除非也陷入像他這種 絕境吧 絕 絕境 是啊 那是一種 叫聽不應 忽敵不靈 只能在內心生出痛苦思汗的悲創 你 你 你曾經這樣子過嗎 我 我沒有 否則我也可能不會好多人站在這 我只是能夠 感受到別人的心罷了 感受別人的心 是的 我與生俱來就予以尋常 對外界的感受格外敏銳 雖然不能明確知道別人的念頭 但卻可以感受對方的心緒 但其實我並不想這樣 因為有時候分不清楚哪個是自己的心 不知該怎麼去面對被自己看穿的心 那是一種無力感 讓你感受到 高齊兄的心情呢 嗯 他的悲悅 隨著九月天順的一劍氣 善流漂亮的這個廟宇之中 反而是這些犧牲的四真本的心 還自帶些 反彼是卸下重則的解脫感 是這樣的嗎 所以我們就好快去追回高齊 我感覺到九月天順有奇怪的影響 他的殺星 可能會逐漸取代理性 到時候果不堪設想 嗯 那就讓小雄再次照顧大師 我們快追回高齊與劍甲吧 嗯 這 這裡是 沒想到三輩子就有這麼大的貢庫 這些廢墟 為什麼會在這裡 暗無天的 看起來怪異生恐怖的 難道這裡有人居住嗎 這裡是一個悲劇 欸 蕭大哥 你不是在照顧金城大師嗎 金城大師已經圓擠了 沒想到九位堅固了 九 金城大師圓擠了 這怎麼可能 方針不是 不過金城大師臨終前交代 希望我穿 穿越這片廢墟 到達他所說的劍種 幫忙著著圖示著開啟封印 雖為一不容辭 但卻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英雄 龍偉才 你們或可能告訴我此事來龍去脈 死不想脈 大師口中的劍種 皆是有荒陽陰上處 而我天雄門利帶 皆負責看管位於太上的荒之劍種 由於封印的這樣的上古神兵 必須每六十年以種重鋒 即為紀念此刻 因此師父交付我前去完成移轉任務 此事 只是就找到寄予者打我走勢吧 而這裡就是其中一處劍種所在 所以你們才追跡到這裡來 是的 蕭雄 那畢尼所謂的上古神兵 為什麼要封印 是因為他的力量嗎 其實我並不是十分清楚 蒙師子曾經說過 這是一兵可以號令天地神母的上古神兵 持有當年 並且伴在此劍之下 而此神兵名幻 久以天尊之劍 其為令四方神母為福 幾乎可說是天地間神兵之尊 過得此久以天尊之名 至於要封印的理由 則似乎是隱瞞了持有的戾氣之故 是不是有其他理由 但就 原來如此 那我算是有個底了 如果諸位不嫌我記著鱸盾 豈能我一同隨行諸位 也諸了我想意圖這上古神兵 奢戀 能有小兄相助隨伴 一謀求之不得 對了 方向大師尚有交代 要他劍種必須通過這片龐大的廢墟 而知完劍種之路的大定左方 但是高齊是我在尺門做了手腳 啊 那該怎麼辦 方向大師尚 都是要跨過這片廢墟 說明你咱們可以從這條路 找到另一條空道也未可知 嗯 英雄果然有膽識 好 我們就快走吧 到了 走出來了 咦 這屋子 怎麼了師妹 有什麼不對的嗎 二師哥 你沒發現這屋子沒有戰地之氣嗎 反而充滿莫名的清涼相合之感 嗯 高姑娘這麼一說 我倒覺得一路醒來的尺度的確明顯不同 會不會這裡有什麼 屁邪破魔之物 嗯 很有可能 我們就在這間屋子裡搜尋看看 敬夜佛雕 看來就這個了 看來應該就是狙邪之物了 嗯 這個玉佛我想好引手 對了 也許我小時附近到我前來 我曾經在住自殘房內 見過這座玉佛 即合這座玉佛叫做 敬夜佛雕 至於它有些什麼用途 我並不清楚 那它怎麼會在這個廢墟之中 當初我來此處時 其實這邊廢墟算是一個 自給自主的小村 在這座山頂上 人物都過得非常和樂 當時玄公時還是香火鼎盛 尤其有座 偉額的佛像遠近之敏 只不過後來一場不曉的地震就 地震原來如此 真是可憐 嗯 看來植物還在這 就不難想像了 對了 或許植物能夠破除 那門上的模糊精釋也說不定 嗯 我還這麼想的 好 我們再回去吧 好 我們走回來了 這樣東西 欸 直接點嗎 好 有了 好 我們一樣還要走一次迷宮 好好 我們加油 好 這個 喔 地脈靈氣喔 不是靈脈光源 喔 記錯了 好 這邊可以存那個檔 這 這裡在劍走嗎 如此壯麗絕美 果然是高齊兄 他就是奪劍什麼 他叫高齊 高齊兄 你還是要自明不悟嗎 我實在 不願意 以為你逼弄相像嗎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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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們 你們以為多了兩個恩 就能夠打倒我 高齊兄 高大哥他 他真的狂了嗎 英雄 看了這個叫高齊的已經 喪失理智 咱們還是先合力傾向他再說吧 來吧來吧來吧 全部一起上 來你們瞧瞧什麼就是無敵的力量 好 我們先想辦法打死他 要怎麼做呢 欸 我還在想 我記得要先放 這一個 先放麻痺嗎 反正我可以打死他就對了 先放麻痺好了 先放麻痺好了 想要先待命 哇好痛 可以嗎 麻痺嗎 欸 麻痺了 水 好 這時候再放毒 這樣應該就可以 好 然後就繼續放毒 都會不會走 一直放就對了 不靠修改氣 打贏高齊 賭的話應該不用再放了吧 應該放一次就好 我們就一直放 不靠修改氣 打贏高齊 我按錯了 我按錯了 我沒有按到國步鬼動 我按錯了 好 拭 Hunt 生軍 會不會死 會不會死人 會不會死啊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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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觸發這個劇情了 師妹 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不是打贏的嗎 二師哥 我想這是我們修改了參數的關係 真不過是小師妹 連這個也知道 二師哥 快別這麼說 問題是 現在該怎麼辦呢 能怎麼辦 就只能從頭再打過啦 看來現下也只能如此 誰叫我們要修改參數 投機取巧 好 就是這樣 好 這算是一個小的 小的 這是什麼 小彩蛋嗎 直接換大絕 好 為什麼他的力量 用比上次更為強大 難道真的是因為 九爲天村的關係 有這個感覺 你沒瞧見我的力量嗎 哦 解封之後會更強 那還等什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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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更為強大力量 這太猖快了 哈哈哈哈哈哈 又來了 果然那筆劍 有自己的意志 嗯 還有下一個 好 只要能夠 有了完全的力量 有多什麼東西 高齊 你真的喪心心性了嗎 你這樣對得起青年姑娘嗎 她是這樣的信任你 甚至不惜用生命證明 你卻是這樣的糟蹋的墮落 糟蹋 糟蹋 你的糕蹋已經死了 我是霸熊高齊 天下無禮的霸熊高齊 哈哈哈哈哈哈 高齊 大家振作點了吧 這就是久違天准的力量 她尚未解封 就對持有者 由此人影響 但她解封之後 我力 岂不是更驚人 怕是如此 嘿 這可不是英雄嗎 真是冤家路仔啊 又是你們 想再動手嗎 小美呢 不用見面了這麼大火氣 詹琳已經下令不尊你了 雖然我們不清楚都為了啥 不過這表示 咱們以後可以有機會 好好培養感情 嘿 無恥 英雄 這幾位是 誒 都沒發現這個高頭大馬壯士 喬仁兄這身打扮 感情是遼國人 是的 在下小戶 敢問閣下 自己 諸昊 你少在那邊上風點火 我們天雄們的事 可容不到你在那邊幫弄是非 喲喲喲喲 我們高大妹子可真甜啊 沒想到你那腳蠻藥 到底標誌咧 諸昊 你這油嘴滑石爛沛 好了師妹 好了師妹 別跟他一般檢視 我是李棠為蕭兄引進師兄 蕭兄 這位是我天雄門的大師兄 殷鳳人 建國英雄 大師兄 這位是我們在路上解釋的夥伴 蕭虎 嗯 難道這位蕭兄在九一天頓之間也有興趣 英雄此言似乎逆有他意 你以為我是為了毒精而來 人心隔肚皮 我想是你身邊就有一個活生生的弟子 所以若是他 妄性逆人 我也不感到奇怪 大師兄你 怎麼 我有說錯嗎 你那是什麼神情 想要以下放上嗎 哼 原來所謂的各大派的鎖徒 都是如此欺濫小小 腳才猙獰之輩 可真 叫我今天開了眼界 你這妖女 別以為現在不絕究 你就可以在此成口舌之理 哎呀 英雄還不懂嗎 這小女子如今有栽女赦免 又有英雄挺護撐腰 說話自然就大聲了 哼 我一人所作之事 跟任何人都無關 都是幾位先到遠道來此 是來這裡的成威 還是必有他意 我們當然是奉命來詞 蠻主毒劍者 不然你們幾個是來做什麼的 是嗎 那毒劍者早已逃之夭夭 你們來這太野 手腳太慢那些吧 什麼 你們是怎麼知道的 墨碑你們當然逃走了 是九一天春的劍氣 凌归所至 使得慈劍者人力大增 我們已經連鎖四位 仍然不是起敵手 哼 我們總之 你不是又有一次敘遇重敵呀 珠浩 你這是狗嘴南土象牙 二十個哪里得罪你 讓你老是胡亂挑撥 既然你們這麼說 那麼恥心也無意了 當然是可以告訴你們 咱女令 豬派人馬 以往弱雅 以便究竟支援 松娘們守護的英姿劍長 想要戴隨利公的話 我明白了 多謝大師兄的提醒 哼 明白就好 走吧 豬浩 還認了什麼 好 那兩位小妹的 咱們就下次見啦 哼 果然是個爛配 高姑娘這麼說沒錯吧 這罵起來可真爽氣 啊 這是我剛才氣急的 水空罵得出話 龍爺姐姐隔壁去這些 不然二十個可不可以怪我 亂做壞版樣 別再瞎說了 咱們快到洛陽去吧 我們可以趕到祝敗之前 為什麼 我們打不過高七 大家一塊聯手 不是比較苦當嗎 呃 其實我曾經答應龍爺姑娘 我希望借著 與她戴隨利公的做法 恳求前輩們 能夠讓龍爺姑娘借神劍一用 借神劍 這有可能嗎 我其實也明白神爽不大 但是我想凡事總要試一試 就算是 二十哥 你在想什麼 你可不可以要互相啊 沒 沒什麼 我沒有想什麼 世面才別胡猜 先快別想這些了 咱們快到洛陽吧 嗯 這邊都沒有音樂 沒想到 這兩隻劍軸 其實在這種情況下進入 唉 這兩隻劍軸 好 我們出橫山之後呢 再進來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找到生命傷人 然後他再找一個 名為魂金 願意用無情的保護給你交換 好 就是這樣 五魂金算要 可以用五個 不了 然後啊 這個魂金啊 對啊 你其實魂金不夠也沒關係 你其實魂金不夠也沒關係 欸 喔 夠了 你看 你可能說不夠了 再點一次就夠了 殘 四 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是可以直接 復原 所以我方戰士的話 可以用這一個 讓他復活 而且血會全滿 所以這個必拿 六十 六十 然後可以拿到突破九十九個 沒問題 這一個是 神靈金單 這一個是 十幻莎 十幻莎 十幻莎也很重要 然後 明光深鎧 明光深鎧 就一直拿 一直拿 拿好幾個再去賣 一些好東西 這個很重要 你看 你吃這個就可以 體力 突破你的數值了 可是你不可以吃太多 因為 有些戰鬥是必敗的 那反氣丸啊 白草 清香啊 九十九分金創藥啊 之類的 來 大概就這樣 好